喵 来日方长不绝持 带我功成名就日 取乳节操 记身子 说完就一溜眼跑了 金莲当时都懵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 奈何那斯胆小鬼 本可唾手取我身 今时不日 必后悔 镜头一转就到了晚上 男主大郎在母亲的陪同下 来到金莲家提亲 此时的日本跟曾经的我们一样 婚姻讲究没说之言父母之命 更何况日本是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 所以金莲即便不喜欢大郎 对他也并无半点好感 但还是听从了父母亲的安排 映下了这门亲事 人们都说日本电影的拍摄手法极为细腻 每一个镜头的背后 都暗藏寓意和目的 就比如当下正在相亲的这场戏 大莲 大郎望着金莲寒情默默 眼神中充满了喜欢 金莲则低头不语 冷酷无情地吃着东西 但是反观金莲的妹妹小百合 就似乎写满了故事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未来的姐夫 眉目间诉说着 欲说缓休的情愫 虽然大郎眼中只有金莲 对这个未来的小姨子 好像也并不感冒 但这诡异的三角关系 已经暗示了未来的故事发展走向 毕竟好吃不过饺子 好玩且看小姨子 诶 我是不是以前解释过韩国电影 善良的小姨子 不久金莲的父亲 因为日理万机过于劳累中了风 躺在床上眼看就要不行了 什么 你问我老爷子怎么就突然不行了 我不是说了吗 金莲的父亲 李万机过于劳累 然后就一头塞到了床上中了风 当时都把李万机给吓坏了 为了能让李万机差点丧命的父亲 在隔壁之前不留遗憾 金莲大郎就这么凑凑结了婚 什么都说 洞房花竹体精神 唇药一颗值千金 良辰美景新婚业 不服替操不服人 大郎自然也是相当期待的 只不过两人都是第一次 现在格外紧张 大郎心事淡淡的说 那啥 金莲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为了你 我一直保留着自己的处子之身 就连左手右手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我都没有做过 今天我要为你开了婚 说着就钻进了金莲的背窝 抱着金莲就是一脚乱啃 可是啃了还不到五秒 大郎一个饭吃就躺到了床上 金莲一脸梦逼 开始了吗 大郎气喘吁吁的说 不 已经结束了 金莲当时骂娘的心都有了 What 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可什么都没干 第二天一早 金莲从床上醒来 发现大郎正郁闷的坐在门口 抽着五秒烟 哎 莲儿 我说昨晚是个意外 你信吗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打开她姿势不对 说着就又开始了她的成长之旅 金莲对大郎没有感情 跟她结婚 只不过是顺应天命 所以也只是冷淡的回应着大郎的需求 不过日子久了 大郎的技术也渐入家境 转眼三年过去了 金莲给大郎生了一个大棒小子 人们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仇人日久也生情 可是金莲不仅磨得一点恩情 甚至连激情都没有 反而对大郎越来越讨厌 大郎虽然也知道金莲对自己没有半点爱意 但是依旧不以为然 因为他坚信 车到山前必有路 只要铁杵很深 这天大郎因为光速的缘故 要搬去京都 金莲在家收入东西 准备一起去 妹妹小百合却坐在一旁 不冷不热的说 哎呀 姐夫可真是可怜 我在这个家任劳人怨的 你这个做妻子的 居然一点都不关心她 甚至她搬去京都 都说为什么你都不知道 金莲听后也冷下着说 哼 是啊 她有你关心不就够了吗 说完就起身进了屋 然后拿出了一袋新剑 扔到百合脚下 百合见状有点疯 你 你都看过了 金莲却满不在乎笑着说 没有啊 百合听后犹豫了一会儿 看看吧 你自己看看 金莲却十分坦然的笑着说 说真的 还真没兴趣看呢 百合见状连忙解释说 姐姐 你看这些信的内容 我跟姐夫的了解内容 都是关于你的 姐夫出差给你写信 你从来都不会 没有办法 他只能写给我 来了解你的情况 姐夫后我真的没有什么 金莲听后 只是淡淡的说 百合 你是真可怜 明明喜欢却不敢说 百合听后紧张坏了 一把推到了金莲 很快金莲就跟着大郎 一起搬到了京都 这天金莲出门买东西 回来的路上 看到了一对年轻人 正趴在墙上护肯 这让金莲入了神 他回想起 西洋下的自己 那是他失去的青春 这时他遇到了一个 帅气逼人的男人 金莲一下子入了味 望着男人脸都红了 然后娇羞于低的说 你 你是在等我了吗 男人微微一笑 嘿 你叫金莲吧 我姓西门 单名庆 你可以叫我庆庆 我是你老公 大郎的上司 也租住在这个院里 我们来日方长 多多指教哦 金莲一听见了 看了话 哦 你就是西门大官人啊 因为刚搬了 大郎和金莲 就在西门的陪同下 拜访了住在 同一院子里的 房东太太 王婆 然后聊起了金莲 刚刚看到的小年轻人 在街上热闻的事 大郎一本正经的说 现在的年轻人 太不像话了 竟然在大街上 就开始 肆无心弹的狐啃 三观全无 无理群套 讲出什么 诺尔哈斯 出美王老 两有不计 气不如计 气不如通 气不如通 王婆听后愣了一声 然后笑着说 嘿 这种事情很常见吗 再想想思通 再平常不够了 西门是个开过光的人 在大盛世待久了 自然接受了 不少新鲜观点的洗礼 他对这种事情 却有着不同的见解 肯肯咋了 什么X本人 本人都敢X 何况人家是情侣呢 都啥年代了还思通 人家那叫思有恋爱 金莲被西门 开放博学的言论 迷得神魂颠倒 思有恋爱 这个词汇 可是他第一次听到 西门不仅又高又帅 而且还很有才华 这对于金莲 这种寂寞无聊的小媳妇 是最为要命的 春天到了 又大了都我们 那啥了几件 金莲孤 孤寂的寒冬 也终于迎来了春天 他一改往日的阴沉 变得开朗明亮了许多 晚上 金莲好奇的向大郎 问起了关于西门的事 西门有没有结婚呢 能不能干啊 大郎觉得有点奇怪 没有结婚啊 能干 你怎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 感觉容光焕发 穿心那样的 金莲没有说话 只是若有所思的 忙活着自己手里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 大郎一边穿鞋子 一边对金莲说 晚上我回来比较晚 不用等我了 你早点休息啊 说完就高高兴兴的 戴着帽子去上班了 大郎这边刚走 金莲就在院子里 遇到了西门 两个人站在那里 就那样静静的看着 虽然没有说上一句话 但你从西门的背景画面中 就能明显的感觉到 有一种耀眼的祖母旅 即将呼之一出 散发万丈光芒 中午 金莲因我儿子生病了 接王婆的电话 给家里打电话 完事之后 便跟王婆聊了起来 王婆说 西门喜欢打麻将 不如等她回来 我们一起打麻将吧 金莲原本想要拒绝 但一听西门会来 便满口答应了 晚上 金莲和西门两个人 都心不在焉的打着麻将 王婆却自顾自 聊起来有的没的 王婆说 戈壁邻居家 拉风琴的那个小野 是不是很吵呀 明明喜欢音乐 却因为没有考上 而选择了美术大学 神哪 都在委屈着自己 过着不喜欢的人生 王婆说归说 金莲第二天 还真的在小河畔上 遇到了正在拉风琴的小野 小野见有人来 就连忙停了下来 金莲像一个恋爱中的少女般 光着脚丫 蹦蹦跳跳的 来到小野身边说 小帅哥 别停呀 小野觉得很诧异 难道 你不嫌弃我吵吗 金莲笑着摇头说 不能 反而觉得特别好听 小野难得遇到这样的至极 于是也开心的拉了起来 拉了起来 拉着拉着 就停了下来对金莲说 如果可以 我想给你画个画像 金莲笑了笑 没有回应 云响衣裳 花响容 春风福建 鹿滑农 金莲活了几十年 也终于遇到一个 让自己心动的人 让她感觉 整个人都活了过来 人们都说 女为越急者容 从不化妆的金莲 突然也化起了妆 又到了晚上 金莲把自己打扮得 漂漂亮亮亮的 去打麻将了 为的就是引起西门的注意 西门有没有注意 我不知道 但是王婆 显然是看出了 金莲的心思 她抽着烟 意味深长地对金莲说 莲啊 你能不能把你的 勾魂的眼睛 往回收收 看到我的心痒痒呢 是吧 西门大官人 你也痒吧 金莲和西门听后 什么都没说 继续眉目传情 进行着无声的聊吧 这时大郎回来了 他把金莲叫回了家 然后紧张地说 我今天听别人说 王婆那个老娘们 可不正经了 他从上学那会儿 都开始勾搭西门了 甚至还搅黄了 西门的婚姻 所以你以后 别跟着他们俩玩了 我怕你被他们带坏 金莲听后 就像丢了魂 一下子就坍缩在地上 不是因为大郎 不让他去找西门玩 才难过 而是西门居然跟王婆 那个老娘们有一腿啊 这样情动出 他在金莲难以接受 他本以为自己 跟西门才是真爱 我没想到 自己是小三 而且还是王婆的小嫂 第二天西门上班的时候 金莲就躲在屋里 静静地看着他 眼泪滑滑地往下流 西门也似乎明白了什么 没有说话 转身离开了 到了晚上 大郎一边吃饭一边说 因为儿子的病 一直都不好 所以过两天 岳母会带儿子 过来住几天 可金莲完全心不在焉 满脑子里想的都是 凭什么西门 要跟王婆搞在一起啊 可金莲又是一个 猎性女子 精神出轨 是绝对不能隐藏的 于是他就坦诚地 告诉了大郎 自己爱上西门的事 大郎听后有点懵啊 这才几天啊 你们女儿怎么说爱上 就爱上了呢 但他觉得 一定是因为妻子 自己在家 孤独寂寞冷的缘故 才让西门那个别毒 自酸了空子 于是他就安慰自己说 西门又高又帅又有才 在我们单位里 就有很多女儿喜欢 这很正常 那啥 晚上我跟你做个人体 生意不不善想 可金莲是个有原则的人 既然心里有了喜欢的人 就不能为不自己的内心 所以坚决不跟大郎做操 不管大郎 有多努力都拒大郎与身体之外 这让大郎着急坏了 枉我堂堂 七十男儿手握半身长江 灵魂和肉体 一样你都不满足我 你是要逼着我生锈吗 说着就一拳吹烂了墙壁 然后愤怒离开了 不久 金莲的妈妈和妹妹小百合 如约而至 一家人正在有说有笑 着收拾着东西 小百合却看到了 强盛的那个洞 然后心里不禁一阵酸楚 你看姐夫都被逼成什么样了 急着都把墙 怼出了一个洞 对出了一个洞 到了晚上 大郎把金莲的事情都告诉了百合 百合听后都震惊了 Oh my god 我是不是机会来了 然后金莲也默默地走到了百合旁边说 妹妹 你能理解我的心情了吧 既在第一次对男人动了心 你能体会到的吧 小百合却站了起来 躲到了一边 什么都没说 金莲见状 无助地痛哭起来 在那个封建年代 追求自由的恋爱 对于所有女性而言 似乎都过于前卫 结婚就是义务和责任 谈什么爱情啊 管你爱不爱 听说父母的意愿 跟一个陌生男人结婚 这就叫做爱 不久 金莲的妈妈喝百合回家了 金莲似乎也放弃了自己所谓的自由恋爱 在那个深夜 不再反抗 犹如往常 躺在床上任由大郎摆弄 不久 大郎就睡了 金莲却失了眠 那是他第一次向着自由抗争 可还没出发 就被撞得满头薄 他以为妹妹 作为新时代女性 能够理解同为女人对自由恋爱的追求 他以为自己的坦诚 能够换来大郎的理解和同情 可是结果显而易见 被所谓的世俗和道德束缚的感情 刚刚萌芽就被掐死在土壤里了 或许是因为听到了大郎和金莲鼓掌的动静 手伸多二的西门也来到了王婆的房间 并跟王婆做起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而这一幕又刚好被金莲看到 他呆呆的愣在那里 一动不动 这时 王婆也发现了站在门外的金莲 他望着金莲 冷冷一笑 玩得更提劲了 似乎在向金莲炫养他才是西门的女人 这样金莲很崩溃啊 第二天就主动找来了在河边拉琴的小野 并在小野的恳求下完成了高难度体操 玩死之后金莲突然大象去了 小野是除了大郎之外 第一个跟他慰爱鼓掌的男人 可他却并没有负罪感 反而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 原来并不是因为鼓掌感到快乐 就是对于那个男人有好感 而是任何一个男人跟自己鼓掌都能感到快乐 于是他把自己悟出来的道理 告诉了大郎 同时也把自己跟别人鼓掌的事情说了出来 大郎听后 当然是气坏了 可是冷静下来 也没有别的解决方法 他不想失去金莲 或许是因为爱 又或者说是在那个年代的束缚下 不能失去 于是大郎在被做使了绿帽的情况下 依旧选择 原谅了金莲 打算带他回到自己的家乡 远离那个迷风彪悍的都市 嫁机随机 扶场扶随 金莲没有反抗 只是静静的收拾着行李 这时大郎出去找车 金莲就趁机偷偷找到了西门 然后一把扑了上去 表达着自己的爱意 西门抱着金莲 也是久久不愿放开 出身未竭 功未成 不得金莲 不得行 于是他含情默默的对着金莲说 待我安排妥当 定会与你回合 镜头一转 金莲回到了自己的母亲家 而他和西门的事情 家里人也全都知道了 妈妈是个传统女人 没有责骂自己的女儿 只是趴在桌子上不停的哭泣着 大郎写来了一封信 说这一切都是自己不好 是自己比金莲太紧 把她关在了自己的小圈圈里 所以才会导致金莲出轨 并希望岳母不要责怪金莲 金莲坐在一旁 听着百合读信 什么都没说 只是呵呵笑了起来 不久 金莲从这个家搬了出去 在火车站的小旅馆里 租了一间房子 过上了分居生活 西门也实现了自己的承诺 有事没事的就来看金莲 鼓掌 提倡 一气合成 为了给大家接受流量 过程就不一一描述了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这天大郎找到了金莲 希望她能回心转意 回去跟她一起生活 就当是为了他们的孩子 经她作为母亲的义务和责任 金莲听后却不屑地说 哼 我妹妹不是也挺喜欢那个孩子的吗 不是你们结婚吧 大郎一听就急了 你听的这是人话吗 这事是你能做出的吗 金莲一听就愣住了 你 你不会已经跟百合那傻了吧 大郎痛了一口口水说 我 我是被迫的 百合说只要你肯回去 她什么都愿意做 金莲一听就笑了起来 哼 我妹妹在想什么 我当然知道 是我直言 你们别再这样了 赶紧结婚吧 大郎嘴上说着 你疯了吧 心里趁了开了花 仔细想想 嘿嘿嘿 你还别说好 这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好 一转眼又一年过去了 刚做完广播体操的西门 气喘吁吁地问金莲 我们就算爱情吧 金莲淡淡地说 不算 我对你的爱 在我们第一次鼓掌之后 就用完了 西门听后默默地穿上了衣服 拿出了一袋钱 递给金莲说 如果这都不算爱 那我以后就给钱吧 说完就离开了 金莲没有理会地上的钱 而是静静地坐在镜子前 化起了妆 不久金莲的妈妈去世了 金莲回来增加葬礼 她在楼梯口 遇到了自己的儿子 可当她想要过去抱抱儿子时 儿子却害怕地躲到了百合的怀里 金莲见状后 微微笑了一下 然后转身离开了 这时百合也看到了金莲 于是便连忙追了出去 金莲说 妈妈也死了 你们可以光明正大的登记结婚了 应该会很幸福吧 百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这 这样真的好吗 你以后怎么办 金莲什么都没说 只是回头看着百合笑了笑 然后潇洒地离开了 电影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 这是一部寓意很深的日本电影 故事的主题主要是在讲 旧时代女性试图打破 世俗束缚 为了自由而努力的过程 只不过表现的形式 实在太露骨了 还好我也偏无数 当然了 毕竟是日本电影啊 好啦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是娘的小小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 你 你 你是在等我的吗